好幾位觀眾 目前在屏東縣的 加東鄉的香苑村這邊 持續還是淹水沒有退去的狀況 而我們現在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其實目前的民眾都忙著 趕快把這個家園清理一下 因為其實昨天在淹水的時候 淹的高度是更高的 有些甚至是已經淹到了家裡頭 所以大家都忙著要清理一下 下家園等待這個水退去 那麼水什麼時候會退去 我們看到其實這邊 還是有抽水機在這邊 抽水馬達是不斷的在抽水 那麼其實這個抽水的狀況 其實從昨天就已經開始 不斷的在抽了 那麼預計還要抽多久 那麼這個工作人員是表示 大概至少還需要 大概一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才有辦法把這邊的淹水 狀況全部解決 那麼其實民眾在這邊 其實是滿辛苦的 一直不斷在清理下園 有些家具都已經泡水了 先來提一段稍早訪問 在哪裏你怎麼可以拋一下 是 這是滋溫 這是滋溫 家具 家具是要的嗎 家具 家具的鐵是一的一的一的 我就不然有幾個都提過 我們看到這個淹水的高度 其實在這個牆上 都還是有很明顯的痕跡 那麼其實這個民眾 也是非常擔心 就怕晚上如果有連續的狀況 也會讓這個淹水情況更加嚴重 所以其實這個民眾 也是沒有辦法睡覺的 而我們透過畫面也可以看到 其實有一些人是敢來上班 也是提著東西 就要往裡面去看 因為也不確定裡頭的公司 目前淹水的情況如何 甚至還準備了食物 準備就是說可能 也許等一下進去之後 就來不及出來再買東西了 出來這個淹水 還要涉水而過 非常的麻煩 那麼其實接下來 在南方的這個地方 還有另外一個海棠颱風 是準備直撲台灣而來 接下來是否有可能 再帶來驚人的雨量 也提醒在屏東這一帶的民眾 要特別注意了